金山区黄港渔港的淤沙 让港口只要是退潮水位低的时候 渔船要出港都相当靠技术 加上东北季风 渔船到了港口绿灯塔处 还得要担心被强劲的东北风吹倒翻覆 所以市议员张景豪为了减轻渔民的负担 9号发起会开 希望可以为黄港渔港清淤 并且延伸家常北侧提防 金山区黄港渔港紧邻着黄溪出海口 每年洋流带来的淤沙 让港口只要是退潮水位低时 渔船要出港都相当仰赖技术 若是又风东北季风盛行 到了港口绿灯塔处 还得忧心被强劲的东北风吹倒翻覆 黄港渔民可以说是不只是捕鱼专业 就连开船的技术都被训练的相当精进 为了要减轻渔民的负担 议员张景豪也办理会刊 寻找解决的办法 黄港的渔民 它的进出我们这个黄港 通常就是因为淤积的部分 所以会导致说 它进来跟出去的时候 会有一些需要技术上 或是走S型 那通常渔民跟我们反映是希望说 可以在港内清淤 或是后方的一个绿色灯塔那边 被提防那边可以做一个延伸 让我们渔船进出也好 或是淤积的问题 把它彻底的解决 针对渔民反映淤积以及东北风大容易垂翻渔船 渔民也希望在清淤的同时也将北侧的堤防再向外延伸加长 让强风的遮蔽可以再更长一些 而今天的会刊市府渔馆处的所长也带来好消息 黄港港区的淤沙将于今年六月要进行清淤的发包 未来会运到万寿里的沙滩进行养滩的工作 现在这个数据的部分我们有跟约署要经费 现在约署总共是要三千万 要办理这边还有这边还有这边的一个数据 就这边的数据 总共有三千万 现在就是说我们上个代会堪 会堪了之后约署原则上没有意见 现在我们就是包了给他们 应该原则上来讲的话 应该月底会发包 发包完之后 我们对土方会运到这边来做两餐 那未来我们希望说在今年底 除了把淤积的问题先做一个暂时解决以外 我们希望说北堤房那边可以多做一些延伸的一个措施 那目前了解的方式是明年将会有一笔补助 在北堤房那边多做一些消波块 或还有一些我们整个步道的一个诊件 那希望说这两年我们把这边黄港做得更好 而针对北侧堤房向外延伸的部分 可让到海水深度施作长度 还有法规以及经费的问题 未来也将由漁管处提案 漁业署争取经费 你以消波块堆叠延伸的方式 避免淤沙堆积再过于严重 若是可行将待明年经费确定后执行 希望借此可以解决渔民的困扰 希望借此可以解决渔民的困扰 还给他们一个安全的港区环境 记得到平函金山采访报道